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是电影节开幕的第三天了 我们都知道电影节不仅仅是为大导演大明星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 更多的是为我们新的电影人新生力量来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那我们在电影节的现场呢也遇到了很多年轻的 怀揣着电影梦的一些新生的导演们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 你好 可以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吗 你好 我中文文字叫周永恒 英文文字叫Jacko 是从香港过来的 但是在欧洲读电影 现在主要是做这个独立电影 那你已经有过自己的作品了吗 你这次来Wiz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就有一个故事 之前的话是参加一些本地意大利的电影节 那就在这边我们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短片 主要只有一个星期去拍一部 那就握过一个展 那他们就邀请我们过来了 那这边你是会参加 因为我知道Wiz的电影节从去年开始会有一个 Fame College这样一个Section 然后主要是自助一些比较年轻的电影人来拍摄自己的作品 如果参加这个项目们还是说 以其他的方式和电影节之间进行一些互动或者合作呢 其实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所以我要先看一看资料 但是如果是适合的话我是有兴趣 那你有拍过自己的一些长篇了吗 长篇就现在还在准备第一部 因为现在还在写剧本的阶段 而且最大的问题当年长篇的话基金会大很多 所以现在有那么也就是 所以我来电影节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可以说是找其他合适的影响 那叫我们去一同去找 看一看有没有可以找到另外一些基金的可能性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就是投资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一些新闻导演来说 对对对 应该对于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样 那除了这个你觉得做导演对你来说 一个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认为目前因为你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导演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 除了资金方面你觉得还有哪些 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新的导演来讲的话 刚刚就是讲要拍长篇的话就比较困难 那短篇的话你要找发行的话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如果是新的导演来讲的话 应该多尝试多拍一些不同的作品 那就要发过去不同的电影节 因为只要你只需要一个智慧 你在其中一个电影节里边有获过长的话 人们开始应试你了 那你就会有比较多的智慧 在履历方面也可以有很大的改变 那是第一次来文西这边吗 也有去参加过很多奇葩的电影节吗 比如说像柏林就比较大的或者去嘎那 对对有去过 对那边有什么样的印象 比如说柏林或者嘎那 我就觉得这里其实这里比较方便 坦白说跟如果比如说跟柏林山北吧 因为柏林的话你知道他们是分很多不同的地区 每一区要去不同的地点的话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这里的话都比较集中 我在这里方面就比较喜欢 想问问你准备的这部长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本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本 我有两份一份的话我会做这个制片 那就是一部恐怖电影来的 但是是恐怖C曲 我很喜欢恐怖电影 我希望你拍出中国好的恐怖电影 因为我觉得其实华语电影在恐怖电影这方面其实 比如说和韩国相比还有很大差 对同意同意 这个我尽量尝试吧 那另外还有一部就是会比较偏向黑色幽默的 黑色幽默 对对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有想法了吗 有 其实是一对夫妇 他们是从亚洲 我还没有决定他们应该是从香港或者是中国过去 那他们就分 分音出现出现问题 所以他们就打算去欧洲旅游 打算是轻松一下 但是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很奇怪的事 听起来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挺有趣的 好那希望你的第一部长片能够顺利的拍摄 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看到你的电影 谢谢谢谢 特别是那部恐怖电影 我很有兴趣 我会给你知道的 谢谢 好非常谢谢 Bye